哈喽 凤凰网娱乐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接线员王俊凯 加入IDOL电话局 想怎么聊就怎么聊 这个角色呢 詹宝倩是一个 是一个有江湖气息的人 他非常的潇洒 非常的有血性 对待朋友也非常仗义 同时他也是一个自来守的人 就是太自来守了 然后是一个非常有硬骨头的人 就是做事情 说到做到不服输的那种人 其实就是他天不怕地不怕 就是他想去做的事情 我就一定要去做到 对啊 没有担心粉丝会爬墙去张宝庆哪里 好 去吧 我也很喜欢这个人 出一个王俊凯可以 但是张宝庆不行的技能 做饭 他 他不会 打了蛮多的 但是我也没有具体去统计过这个次数 都是九年后零月后大家在片场会聊什么样的话题 我们 我们有时候会学导演 因为导演是香港人嘛 就老学导演讲话 比如说他叫二鼻子就演些 二鼻子啊 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 类似的这样 刚刚在隔壁讲一一说你是片场最皮的这个你认证吗 那就是呗 我其实觉得还好啊 对 我本人不恐啊 嗯 嗯 宝庆就是 皮皮庆吗 他不是 就负责皮 比如说 有一些大家吃饭的时候 然后呢我就在那默默的在吃肉 然后导演在跟他聊天啊 然后他就说 就给他家菜说 来宝庆吃这个 说小牌吃这个 然后他说 哦 我吃了我减肥 那他就 指着那一盆红烧肉 那一大盆红烧肉说 哦 那是红烧肉什么 然后把这一盆都给他 我就 很尴尬 我本人不恐啊 一句话形容都没有多了 我都不敢想 真的 不敢回想 就是雨寒 对 有什么样的保暖秘诀吗 保暖秘诀 其实就是比较正常的 带暖宝宝啊 穿多点 秋一秋苦啊 这样 听说你要保暖三宝 其实保暖三宝 就是保温杯 还有暖宝宝 还有就是 张宝宝宝带的那个 毛绒帽子 这部戏有很多的 水下戏 动作戏 道教戏 但你还说难度带吗 其实是有蛮多难 其实环境的因素 就是带来的难度 但是就是 这样只能去慢慢克服 你有主动要求 去增加一些高难度的戏份吗 我其实就是 也没有说增加 我觉得有些戏可能 这样会更好 也会跟导演说 这样 你觉得对于张宝庆来说 这个角色的完成度怎么样 在我心中的张宝庆 其实就是我呈现出来这样 那么 希望大家能够去 好好去看待张宝庆 其实我觉得 我已经努力了 去 去塑造这样一个 在我心目中 是这样的角色 你给自己塑造的宝庆哥哥打几分 他 我就不打分 留给大家打分吧 马上要过19岁的生日了 今天有什么样的生日愿望 生日愿望就是能够尽早发歌 开学之后也是学长了 跟你自己刚进大学的时候相比 绝对有什么样的变化 应该也会更加从容一点吧 对 毕竟也是 答案了 对学校也不陌生了 对同学也都是比较熟悉 对于马上就要开学的粉丝 说一句鼓励他们的话吧 大家就是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努力 每天会不会被自己帅醒 不会 我每天都不会醒 有什么养生秘诀可以分享吗 养生秘诀就是分 分时 时候 比如说 受冷了就要喝姜茶 这种就是分好的状况 我 还好 我用我妈比较会咬什么 她会传说给我 2018年的腿上是多少 我 量过吗 我没量过 你们都自来道具的吗 专辑里考不考虑出一点 爵士风格的歌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我小凯你是吃帅气长大的吗 怎么那么帅 帅气是什么东西 我 都是吃 吃帅气长大的吗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是 怎么了 好 每当看到体重升上逐渐增加的数字是什么星期 妈妈我又健康了 快来看 自己做的最满意的一道菜是哪一道菜 只要出自自己的手我都会觉得很满意 王俊才为什么总是平地摔 秘诀是什么 秘诀就是 就是 觉得自己一定不会摔 自信的 越自信你越容易摔 我和我要好的倔强 我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句 为自己疯狂 这一句 我和我的倔强 被指示最不会说土为情话的艺人 自己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法 无法反驳 就真的不会 粉丝都说你的包娃姿势有毒 你对这个做什么样的回应 我 他太沉了 我没办法 就是不需要这么抱 被两岁的小弟比较叔叔当时内心的OS是什么 就很无奈 生活终于对我下手了 小凯说一个关于自己能上头条的一件事 我 什么事我自己都不知道 说我也是蛮多的 因为 在剧组有很多老前辈啊 去 也去跟他们学习了很多 那么在 东北拍戏 也是有一些生活经验了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